军神官女命丧麦城 帮助了曹操的孙权 如约获得了大半个荆州 但是破坏盟约 并杀害刘备异帝的代价非同小可 随着无数同盟决裂 孙刘联手抗卫的格局也土崩瓦解 另一方面 见证了形势变化的曹操 悄然离开了人世 其子曹丕继承了他的霸业 三国鼎立的天下 即将迎来了新的局面 什么 北边那些家伙 盯上了我们的土地 孟霍 负责统治蜀国南部地区的南中王 有妻子祝容从旁支持 视同伴为家人 非常团结 如今 蜀国盯上了南中 为守护家人和领地 孟霍开始为战斗做准备了 没错 蜀国一直在四季寻找 攻入我魏国的机会 不过 一旦开战 最让他们担心的 就是你们的存在 他们害怕 会在进攻北边的时候 遭到来自南边的攻击 所以 他们当然会这样想 不如在此之前 彻底铲平南中吧 休想 燃止我们南中 那就让我们也来帮忙吧 我们是共同抵抗蜀国来袭的 志同道合之士 当然愿意出手相助 好 多谢了 一定要让北边那些家伙 领教到我南中王孟霍大爷的厉害 大王 魏国终于要攻入蜀国了 为消灭蜀国 我们将从五个方向发起进攻 希望大王能负责其中一角 五个方向的其中一角 本大王听不太懂 是不是 只要灭掉那帮蜀国人就行 是的 这样一来 我们也乐得方便 抱歉 是我失言了 为了维护南中的和平 希望各位能够竭尽全力 那我就先告辞了 记得带我们向曹皮问好 老婆 你怎么了 实在可疑啊 那个家伙 老婆 老婆 你也想得太多了吧 我们只要全心全意 保护南中就好 是啊 我管他是蜀国还是什么 谁都休想伤害我们的家人 南中是我们的徒弟 不能让你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在遭到攻击之前 我们要主动进攻 你给我扫开 真糟糕 你们 把似不误会了什么 打 一切不出所料 已经被包围了 什么 有敌人 可恶 到底怎么回事 你就是他们这些人的头子吗 可恨 这叫什么事 咱们的动静好像全都叫你们 看透了似的 这就是调兵潜将之法了 孟霍大人 感情输给了打仗动脑子的家伙 可是 你为啥不把咱们都干掉 凭你的本事 应该简单得很乱 那是因为 我们不希望做这样的事情 你们南中的楚王 只不过是被北面的曹魏 唆使操纵了人 与你们为敌 甚至消灭你们 都与我的先主 刘玄德的大智相悖 我闹不懂你们的那些事 反正我是欠下一个人情啊 如何理解这个事态 就是您的事了 好了 请动身吧 我说 你叫什么名字 我乃蜀汉丞相 诸葛孔 哼 这名字 本大王可记住了 下回你给我等着 变成的 脑子 山上 爬 civilization 可恶 居然被那群守国人给打了回来 但这不过是 他们占据地利 不过 是他们运气好 本大王才不会输给 那种狂妄的家伙 老公 那个叫诸葛亮的家伙 是不是说魏国欺骗了我们 魏国和蜀国都很有种啊 看来是想彻底惹怒我们啊 大王 我们完全被他们给小看了 我真不甘心哪 没错 本大王同样不甘心 本大王要把 所有欺骗并伤害过我们的人 统统打得不整人行 不愧是我的腹筋啊 喂老公 我们不如打探一下蜀国的内情吧 老婆 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了在蜀国来袭的时候 战胜他们 如果掌握了敌人的情况 就可以轻松应战了吧 原来如此 只要我们能掌握情报 就不会再受那帮魏国人的欺骗了 无愧是老婆 那我们这就攻入蜀地吧 等一下 就这样潜入蜀国也太危险了 要是二位出了什么事 南中的百姓根本活不下去了 别担心 我们才不会被轻易干倒 好 既然主意已定 那我们这就打入蜀国的江阳吧 那我们这就打入蜀国的江阳吧 蛤 蜀国的人 随时都可能攻打过来 我们也得做好十足的准备才行 既然如此 也听听家人的想法吧 他们一定会有更好的意见 我想知道蜀国征战的理由 就是他与大国卫武 以及和我们征战的理由 怎么进行 我抓起来 就是我们配备的 我做了 走 一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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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善大人和诸葛亮先生的目标 都是仁德之事 真希望能尽快实现 据说南边会在战斗中使用动物 而且是见所未见的可怕动物 到底是真是假 江阳是进攻南部的要地 只要能压制江阳 就能将此当作踏板 诸葛亮先生 一直为着同样的理由而战 那就是实现已故先帝的信念 已故的刘备大人 希望实现仁德之事 而活下来的人 也在努力实现他的信念 居然收起来这么多情报 真是厉害 这下战斗就会得心应手多了 江阳是与蜀军交战的要地 最好能优先拿下此地 蜀国有件特别厉害的兵器 最好去亲自看一看 不愧是我的夫君啊 我去亲自看一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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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找到了大量兵器 这下能准备更好的迎击方案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上一战中 蜀军抓走了我的伙伴 请您帮忙 把他从成都救出来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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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南边的人吧 要是巡逻的人看到你 一定会将你赶出去 进来 常看到那种装扮的人 是不是正在流行啊 哦 装扮罕见的士兵 被带去那边了 你是来干什么的 你是南边的人 你是来拯救同伙的吧 难道你想放好自己的佛国 快来人 阻止这个家伙 遗开 难怪敢闯入敌人遗开 请救救我 你是什么人 是来救同伙的吗 你和俘虏都休想逃跑 这下得救了 谢谢 被抓期间 我掌握了一些情报 一定能帮忙 抵御蜀军的进攻 成功了 太好了 有这么多信息就足够了 本大王已经知道他们有厉害的兵器 一旦开战 必须先捣毁这些东西 救出了被抓的同伴 真是太好了 还顺便知道了 蜀军会怎么攻过来 可以在成都获得第一手资料 真是太好了 现在大致了解蜀国 是个怎样的国家了 这下就准备就绪了吧 老公 好啊 让蜀国那些人尽管过来吧 本大王一定会保护好自己的家人 这下蜀国的情况 全部展现在我们面前了 如果他们再敢踏进我们的地盘 本大王绝不会客气 但是老公 蜀国的百姓和士兵全部 静默着死去的刘备吧 他们应该很高兴 刘禅和诸葛亮继承刘备的遗志 努力实现人德之势 他们确实不像是单纯的坏人 应该都心怀远大的理想 而且 他们爱惜百姓 似乎与我们的想法非常接近吧 确实没错 但如果他们展开攻击 那问题可就不一样了吧 无论对方是谁 都休想攻击我们的家人 死去的 那帮蜀国人还是攻了过来 但我们也做好了准备 这次一定要把他们彻底废掉 好 我们一定要将南中守护到底 他们早已无所遁形了 我们不会再像之前那样 好了 老公 轻视我们的罪孽 就让他们好好赎罪吧 好 就让我梦霍大王去把他们吃干抹尽吧 蜀国那些人居然到达了卢水 绝不能让他们继续前进 我要击败 击败 击 帮我下离来 战斗的精髓就是占领要定 我们却把敌人的据点收为机要 精髓一切 好 精髓一切 快追 给南中兵点炎子看看 快 输了 为什么 我梦霍大王怎么可能输的 不愧 是我的夫君啊 梦霍大王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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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月夕竟会被敌人夺去 如果我再还会这样 更是太丢人了 被我击败了 我孟霍大王怎么可能输的 您的气势认谁也无法阻挡 没想到蜀军竟会陷入苦战 或许还是孟霍更加可靠 我们必须与主力部的汇合 反感碍事 我就只能将你们击退 主力部队的人正在等着我们呢 就算硬闯 也要痛痛 在主力部队会合 现在这里击退你们 我要把爱的地方全都铲平 都静静点 跟我来 这样就无法与后续的援军会合了 我给大家添麻烦 目标已经确定 打乱敌人的阵脚 打解其动智 目标已经确定 打乱敌人的阵脚 打解其动智 大家都在等待着援军到达 对不起 天将 你被我击败了 独猫霍大王怎么可能输的 太厉害了 真让人大开眼界呀 啊 2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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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阳容易被当作蜀军的进军据点 那不如在这里设下陷阱吧 这个主意不错 好啊 那就赶快去准备吧 这次我没能出战 但不知蜀军什么时候还会攻篮 所以我才养了这些可爱的猛兽 好让他们在下一战中发挥作用 只要为了这个猛兽也能活力百倍 就像周身上下充满了力量一样 使用了力量百倍 这个味道较苦 猛兽们不喜欢吃 但 他却对身体非常好 他的毛色是不是特别亮丽 都是因为我在喂这个饲料 这次我没能出战 但不知蜀军什么时候还会攻篮 所以我才养了这些 猛兽们也显得特别开心 他们正打算在下一战中大闹一场 成功了 不愧是我的夫君了 瞄准要害 开始进军 气无延迟 魏大志 我们绝不会后退 临中王孟凤 做好准备吧 根本提不过那些人 再这样下去 就必败无疑 变存一切 到此为止了 休想继续猖狂 此战的目的 已经达成了 不愧是我的夫君 孟凤大王 下次再退吧 不是乱腿的这么痛快 走到我们在想什么 你退一圈 我们赢了就是赢了 那帮蜀国人 全都吓得夹着尾巴逃走了 大王 其实 我们才是受到压制的一方吧 确实没错 如果再继续打下去 我们肯定会输 真是搞不懂啊 蜀军为什么要撤退 虽然进行了许多调查 但是北方的家伙 真是让人捉摸不透 他们的想法肯定只有一个 那就是攻占我们南中 等一下 那他们 为什么会把我们逼上 绝境的时候逃走 老公 你的头上冒烟了 对不住老婆 本大王想的太多 脑子都抽筋了 真是的 我真想看看 那个诸葛亮的脑子 都有什么 不过 他和蜀国的家伙们 都比想象中更有骨气 是啊 所以才更想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要逃 看来只有打倒他们 才能消除这种 不痛快的感觉了 如果他们再敢攻来 那到时候 一定要和诸葛亮做个了断 那帮蜀国人又攻过来了 无论如何 本大王都要守住南中 但是大王 对手可是那个诸葛亮啊 这个本大王知道 他们一定又会 做出超乎我们想象的事吧 但我南中王梦获大爷 要把他们这些小伎俩一并吞噬 然后再彻底问清他诸葛亮 到底想要做什么 就是啊 我也总是被那些家伙的行动 搞得一团混乱 就算拼尽全力 也一定要让北方的那些家伙 说出真实想法 老公 我会永远 支持你 你就放手一搏吧 好 有老婆在身边 坚持有如神助 大王 已经不要忘了我们了 就让我们来证明 南中的战士 就是比北边的人更厉害 很好 大家都打起精神来吧 这次 就是我们的关键之战啊 大家 打起精神来 南中 是本大王一家人的家 还不会交给什么诸葛亮 多回京城 这次战斗 比以前的规模都要大 剑宁的人都要团结起来 要不就赢不了 那就在剑宁城中转转吧 只要推心置腹的聊天 大家就会团结一致 老公 你不说我也明白 就包在我身上吧 是 我们绝不会输 一定要小心谨慎地往前进攻 武器和防具还够用吗 有需要就和我们说吧 真让人无法忍受 什么让人无法忍受 当然是凡人的蚊子了 这片潮湿的土地 简直就是蚊子的天堂 说起来 蜀卫的家伙们也很凡人 最近他们 总是借机来找麻烦 真让人头疼 但是 南中王孟霍大人 一定会保护我们 哦 孟霍大人 我也会 为了保护南中全力奋战 这里 是我们所有人的家啊 不行 我有急事 不能去见您 之前我嘴上这样说 结果还是来到了这里 这可不行啊 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啊 不过 年轻人都是这样吧 不行 这 希望能打成胜仗 希望能打成胜仗 不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公 大家都斗志昂扬啊 是啊 而且大家都特别团结 不管是蜀军还是什么人 我们都不会输 成功啦 不愧是我的夫君啊 要不要在上前线之前去瞭望台看看 最好多了解一些敌我双方的情况 敌人已经攻至剑宁一带 在猛兽洞窟附近 也发现了形似敌人的踪影 原来如此 看来首先必须护住剑宁才行 成功啦 太厉害了 真让人大开眼界呀 不逼着东方 会左右战局 就由我们 负责防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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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往剑营的突破口 就由我来打开 受攻击吧 一这一条 你往往剑营的突破口 一蹭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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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往再拓出放上去 一蹭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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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蹭一跃一切 真是厲害啊 請給我也留些表現的虧姦吧 不愧是我的夫君啊 大王的士兵啊 一邊發出怒吼 一邊攻向敵軍吧 我們要輸給孟霍大人的兵馬 我們一定要守住劍頂 集會敵人吧 任何人都休想阻擋我們的前路 上一戰中高定似乎有投誠的意思 要不要我們去試著說服他 我要加入你們的家庭 看來你們的情意就是南中軍強大的根源啊 我決定了 從今天起 我要跟隨孟霍大王 結合 是 戰 前進 我孟霍大王 怎麼可能輸的 您的氣勢 您的氣勢 任誰也無法阻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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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里还真有常文中的猛兽啊 先去击败他们的主人吧 我才不会被敌人轻易干掉 可爱 兄妹 你会只有我战斗的力量 你会只有我战斗的力量 先去击败他们的主人吧 先去击败 先去击败 狗狗兽我们根本无法前进 还是让他看看 你随意去 狗狗兽会左右战局 狗狗兽我们 负责防守 狗狗兽 狗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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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救救我和猛兽来 但这还是不行啊 面对动物无法使出真正的本领啊 总算守住了猛兽的 这下可以共同发起反击了 狱将被我击败了 我梦获大王怎么可能输的 真是厉害啊 我也留下表现的空间吧 不愧是我的福军了 可爱的猛兽们啊 对这蜀军大战一场吧 哼 敌军的墓地盟应该就是死地 严肃们 加强守卫 严肃一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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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肃陷屠龙洞 严肃将是作为攻打剑影的立足之地 捕斯大王正在遭受敌将的追击 还赶往救援 被抓住敌将吗 我就是你的对手 让我来试探一下 你的武艺如何 有没有人哪 随便是谁都行 快来救救我 我绝对会让你控制 追击 对将你击败 老大 我闻事就来追我 我们就中原部队赶到 那 就连同援军一起击败吧 严肃一剑 敌人坐拥地利 严肃一剑 严肃一剑 为擎炎放弃 给我散开 打 严肃一剑 为你攻下屠龙洞 虽然心有覆盖 但是也只能撤退了 严肃将 被我击败了 我梦获大王怎么可能输的 您的气势 对谁也无法护挡 不愧 是我的夫君啊 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了 幸好我一直在拼命逃跑 火丝大王军团进军 我们一定要血债血偿 横甲兵前进 现在正式展示我们力量的时刻 火丝大王军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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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来他们还是受过一点训练的吧 把他全力以赴了 我不是认真的 太差劲了 本来是想帮孟冠夺的 抱歉给你添麻烦了 我的腾甲兵 这就开始卷土重来 你叫啊 被我击败了 我孟冠夺大王怎么可能输的 太厉害了 真让人大开眼界呀 太厉害了 真让人大开眼界呀 不 橫甲兵前进 现在正式展示我们力量的时刻 出 现在就要击溃敌人的要塞 这次与之前完全不同 尽情感受 我全部力量吧 给我闪开 紫妖独 银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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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死吗 给我闪开 紧碎一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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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丝撤退 与玉校的一样 这把 一剑被我击败了 你们的气势 任谁也无法阻挡 你们在战斗时 也很团结 看来蜀国 也和我们一样 都是一家人啊 不过 还是本大王的家人 更厉害 孟霍一次又一次地攻克了诸葛亮的计策 那是因为孟霍麾下的南中豪族团结一致 守护家人 守护南中 这是孟霍强烈的信念带来的战果 最终孟霍与败军之将诸葛亮见了面 大家都在静观 他会如何唾弃蜀军 真是让人惊讶 居然能够将我的计策逐一攻破 真不是邓闲之辈 那是当然 我可是大王啊 不过 你为何要如此执着于攻打我们 之前我们挑衅的事情 就如此让你不愉快吗 如果要攻打北方 就必须与南方交好 孟霍大王 我来 是为了和你交朋友 什么 你为了交朋友 才来挑起战斗 如果我是一个无法战斗的 文弱之辈 想必孟霍大王 不会把我当作你的朋友 的确 正如你所说 你很强大 是躯体 而是头脑 不 是内心很强大 仔细看来 长相也不错嘛 好吧 从今天起 南中就有蜀博士一家人了 今后 还请多担待啊 兄弟 二哥 二哥 姜 十海 二 一 一